至於那一關新藝人黃紫椒 因為無故持有未成年少女的不雅影片 是在日前遭到了檢方起訴 那今天其實他第五度 來到台北地院要來開庭 被看到他走下車的時候呢 這個穿著打扮和前四次是一模一樣的 包含說他其實是頭戴白色的鴨舌帽 以及口罩 另外呢是穿著藍色寬鬆的上衣 搭配格紋長褲 那其實在走到台北地院的過程中 面對媒體詢問是全程不發一語的 我們先帶你看稍早畫面 今天還是不打算認罪嗎 又是認罪了那你怎麼看呢 好那其實今天呢 是黃紫椒第五度來開庭 不過整體案件目前的偵辦進度 其實還是比較緩慢的 主要就在於說呢 黃紫椒被告這邊還有檢方 他們還在針對整個證據的 這個使用能力呢 還在進行抗辯當中 因為黃紫椒呢 他其實是主張說 這次被查扣的證物 是不具有證據能力的 而他的律師呢也表示說 僅僅以偵辦黃紫椒涉犯 性侵案件為由來進行搜索 但是呢卻是以 兒少性剝削防治條例來起訴他 是以辦A案問B案搜證 不能夠作為證據使用 而且還否認呢 性侵像是黃紫椒所下載 甚至說呢可能是造假的 那其實在今天這邊呢 檢方他們也派出了 這個偵查檢察官林秀聰 要來和他直球對決 證據案件呢 有可能在今天會有辯論終結 那後續呢如果有最新的結果 我們持續問題掌握